隔壁屋沒人住,偽造租約罷來住 住在大角咀富貴大廈,26歲銀行文員姚建文 隔壁屋的業主是一對移民去美國的母子 他見人買入單位又丟空多年,竟然前5月搬進去 更花了10萬元幫單位大裝修 住了17個月後,才被受託管理的地產經紀發現 但他還去地政總署查業主的名字,再偽造一份租約 聲稱以18萬租了的單位6年 但經紀一問對母子就穿布了 裁判官說,在香港霸佔其他人空置的單位未必犯法 有很多人只要夠狠,就可以逆權侵佔 但若建文竟然斗膽,艾造文件行為猖狂 考慮到他已經承認艾造罪 犯案是出於想解決家人擠迫情況 最終判他監禁14天兼罰款2萬元 但由於去到昨天,他已經被還押14天 就當庭釋放他